大家好,歡迎來到消毒時間 消毒,好嗎? 我們這個消毒時間其實就是深宵放毒 究竟什麼是深宵放毒呢? 就是有時晚上大家都會覺得很肚餓 你也很想煮一些宵夜來吃一下 那我們現在喝酒 你猜可否有一些借渣的價錢 但可以做到燒我的質素來加排酒呢? 不難,我們可以請來今晚的廚師Edward為我們介紹一下 大廚今天有什麼好的介紹? 既然說的是消毒時間 當然是作介紹些輕便便,不會太重的食材 不如我這次就介紹一個粟米熔湯 再配不開道帶子 難不難做的? 不難做的,你只看吧 桌面上只有幾種材料 有些什麼? 粟米和帶子 首先我們有一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會有一個粟米濃湯 然後一個炸了的粟米粒 然後配上北海道帶子 我現在簡單介紹給大家看怎樣煮 首先我們在帶子平乾水 然後抹乾它 然後加少許鹽 最好兩邊都加 是煎的時候才會擠下 對 煎的時候擠下 因為有很多客人都會問 為什麼帶子是煎不開 煎不到它有色的呢 其實因為它沒有印乾水 然後就這樣放在鍋子上 所以它就不能上色 好了 現在上了味 之後我們本身就預熱了一個鍋子 鍋子放少許鹽油 好少就可以了 然後 這裡也不少 對你來說不少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鍋子 怎樣才叫做OK呢 準備的鍋湯呢 是它開始飆煙了 因為你下腩油那一下呢 它的發點已經開始飆升了 那時候呢 就下帶子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可以把火力加大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現在準備煮湯了 因為湯呢 本身已經調校好了的味道 所以我們就這樣 倒進鍋子裡 然後跟著煮湯 這個帶子呢 就是找阿信 很香啊 那個這個 現在要聞到很香 這個粟米當同帶子 都可以找阿信 搞定了 慢慢呢 等它拿到顏色呢 才好反它 不要不斷地周圍反 周圍反 開始有少少顏色 我們可以翻翻它 我們可以翻翻它 那有時候有沒有說 這個怎麼去看 我們有時候去看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大過了時間 其實你剛才那個 做一個計劃呢 放了帶子下去 大概40秒 其實你都可以翻翻 其實你都可以翻翻 現在很漂亮 都只是加了油 加了油 加了油 對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一個 宵夜食堂 深宵食堂 就不然做得那麼 heavy 純粹一個湯一個帶子 其實已經很足夠 湯要煮多久 湯要煮多久 湯呢 其實它煮起 有些氣泡出來 其實已經可以了 都開始聞到 那些湯 那個帶子呢 大概 因為呢 始終都不要太過熟 其實帶子呢 都應該OK的了 那我呢 都是那些刺身級的 所以不用全 是啦 那我們可以先放下去 我順便可以放下去 這個也是魚身驅類的 看不到 然後呢 我們見到 湯呢 都已經滾了 我們把它 好起 來吧 對呀 都很快 湯上去煎完的帶子 就已經加過火 對 然後我們再配上 這個炸了的 蔬米粒 請笑臘 哇 很香啊 喂 阿Wake 搞定了 很香啊 是啊 那我們不如去試一下 快點 好 好 這個帶子的 我選了這一款 這款是一款 法國 Glove 這個地方的白酒 這個地方 其實紅白酒 都出名 性價比也挺高 因為呢 大殼的海鮮 即是蝦 或者是帶子類 我們都會選 用一種白酒 它是有用 Sauvian Blanc的提子 因為呢 這隻提子的白酒 和這一類的海鮮 是特別配合的 除了Sauvian Blanc 之外 也很好 所以我選了這款 白酒 你會看到 這是2015年 2015年 距離現在 都七年 比較成熟 一點 口感會比較 膩 一點 雖然 它本身的風格 比較清爽 加上它現在的狀態 配合這個酒 就剛剛好 就是牛奶 粟米濃湯 配北海造祭子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記得留言 LIKE SHAR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消毒 快速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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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度吧